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肺炎所导致的影响 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反应 我们基本上有几个不同的反应的模式 就是一般社会 有一些人他会觉得现在状况很不好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有这个危险,生命危险 经济垮了等等 所以事情都很不好 但是我们医疗,我们政府 我们整个人类都会克服 我们会终于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状况会变好 这是一种人 他们就是这么想 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事情是很不好 但是它会更不好 会越来越不好 为什么 因为阴谋论 就是有一些邪恶的人 他要改变这个地球 他要改变社会 他要洗脑人家 他要控制人民 所以现在状况不好会更不好 所以我们就要非常努力祈祷等等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比较少数人会这么想 那还有一个更少数人会觉得 他会觉得其实现在大家不好 但是我们好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利用这个状况赚钱 我可以卖口罩啊 或是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利用这个大家的痛苦 大家的这个不方便来赚更多的钱 让自己更好 这个就是三种基本的态度 那教会的态度 基督徒的态度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他采取第二种 但是实际上我们要采取的是另一种态度的 我们所采取的态度就是会说状况很不好 的确他很不好 但是在这个不好 有一些机会 神给我们一些机会 可以变得更好 可以在属灵方面让我们成长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方 我们人 假设男生 就是有三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 他就是舒服在家里 休息 看电视 休闲 这个是一种 他会怎么样 他会越来越胖 他会越来越懒惰 他会越来越 没有一个生命的意义感 就是这样子过日子 就是会按照一个潮流 走 所以生活怎么样 我就跟着走 这个是一种态度 另一种态度就是 这个男生在锻炼身体 他每天做运动 他每天看书 学习 他就是比较积极 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的什么危险 太多的这个 他不需要那么多的力气 来做事情 来伐木 他不是耕田 他就是知道这个对他好 所以他就去锻炼 他去 这个 每天跑步 等等 这个是第二种状况 那第三种状况 是战争开始 战争开始 就是男生去当兵 去打战 他去保护他的国家 他的家庭 他会学习更多 他很快 他如果真的就是 以准确的一个态度 面对这个状况 他可以学习很多 他会变得非常厉害的 不论他之前有锻炼 或是没有锻炼 他当然如果有锻炼身体 他就可以更有效的做 但是常常 其实 不一定 所以 他就在这个战争当中 会非常痛苦 会非常 不开心 但是他会成长 他会有更大的力量 他那个战争结束以后 他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荣誉 他是一个英雄 如果他每天锻炼身体 他不会变成英雄 但是就很快 在战争里面 他真的救了很多的人 他真的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贡献 所以 当然没有人期待战争 没有人想要战争 这个军人不会觉得战争是好事 但是他会从这个打战 会获得很多的好处 所以教会在属灵方面 要一样 面对这些灾难 战争也好 天灾也好 就是需要 从他里面抓住很多的好处 不是为自己赚钱什么的 不是为了服侍神 为了在属灵方面成长 所以我们需要感谢这个肺炎 它虽然是很不好的事情 我们甚至可以说 它是一种撒旦的攻击 一个不让人做他们想要的 抵抗 抵抗神的计划是谁 就是撒旦 我们现在在肺炎时间 就无法去很多地方传教 这个是谁的一个作为 那就很明白的 就是撒旦的一个攻击 撒旦不让我们去那些地方 所以这个 它客观来讲 对人类也好 对教会也好 是坏事 这个肺炎的状况 但是在这个当中 我们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些拯救 如果我们以准确的态度去面对它 得奖的是谁 是参与比赛的 那得更大的奖 就是参与战争的 所以基督徒初期教会 那些殉道者 他们就是在那些 教会迫害运动 获得了他们的 花灌 上帝所赐予他们的这些荣耀 他在那些非常严厉的情况之下 在迫害 那些 当然很不好 那些迫害是很不好 但是就是在那些迫害 才有机会荣耀神 那么的 那么 以那么大的一个见证荣耀神 当然之后有 也有圣人 也有 这个荣耀神的机会 但是已经不一样了 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 所以我们就要一样 看待这些肺炎 这些撒旦的攻击 就是像初期教会的那些 撒旦 这个反基督的 那些迫害 因为基督徒都说 皇帝 迫害教会的皇帝 自己成为 要成为神 他就是反对基督 所以现在的 这些事情发生 也是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要 好好的学习 锻炼 能够抵抗这个 不属于他 不变得 都很不好 什么事情都不好 将来会更不好 那种消极的态度 不是基督徒的态度 所以我们就要 好好的反省 好好的祈祷 来抵抗这些 邪恶的这些势力 来强化 基督的教会 来做更有 更有效的一个建政 那也祝福大家 神帮助我们 神带保抗